哈喽,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自熟吐司面包的做法 蓬松轩软,既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碗中放270克高筋面粉,13克奶粉,40克白糖 3克酵母粉,打入一割鸡蛋,115克清水,搅成棉絮状,拿到揉面垫上 搓成面团,揉出后膜状态 再加入2克盐,20克玉米油 继续上下推拉的方式,揉出薄薄的一层手套膜 放置容器里,盖上保鲜膜,醒发至两倍大 紫薯去皮,切片,上锅蒸熟 压成泥,取150克紫薯泥,20克白糖,15克奶粉,10克蜂蜜 用手抓拌均匀 醒好的面胚,按压排气,用擀面罩把它擀成长方形,上面抹上一层紫薯馅 从一头把它卷起来,两边切两刀,像视频中这样把它摆好 卷起来,放入450克的吐司模具里 盖上保鲜膜,放微暖处,醒发至九飞马 醒好的面胚,上面刷上一层蛋黄液 放烤箱下层,上下火140度,烤50分钟 这样非常好吃的吐司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的小好伴,给个小爱心呗,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